歡迎加入1800新聞1.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在線上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 聊新聞 今天新聞首先呢 先帶大家來關心的是國際消息 先幫大家插播的是最新消息 挪威總理在稍早的時候宣布了 將要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而除了挪威之外 愛爾蘭的總理也已經宣布 而西班牙呢也會在今天的時候跟進 愛爾蘭總理甚至還透露說 在未來幾週陸陸續續會有幾個歐盟國家也跟進 對此以色列現在也宣布要召回挪威跟愛爾蘭的大使表達抗議 好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以色列現在指控 美聯社違反以色列他們的媒體法 在週二的時候就強行扣押了美聯社的攝影機 還有轉播的設備 遭到強行譴責之後才把這些設備都還給美聯社 而至於國際刑事法院 大家還記得嗎 20號的時候也對納坦雅胡發布了通緝令 逮捕令 現在也遭到納坦雅胡大罵很無恥 攝影機腳架排放在地上 一旁以色列政府官員拿著攝影機填寫扣押文件 週二美聯社在以色列南部的據點遭到官員進入搜查 攝影機和轉播設備全被扣押 以色列通訊部表示美聯社試圖追蹤以軍活動 並將影像轉發給半島電視台 違反該國的外國媒體法 消息一出引起美國白宮關切 在遭到廣泛譴責之後 以色列通訊部長撤銷沒收命令 將設備歸還給美聯社 不過最近以色列的爭議不止這一件 國際刑事法院ICC20號申請對納坦雅胡 與哈馬斯高層的逮捕令 受到納坦雅胡強烈反彈 呼籲西方世界起身反對 美國、英國、奧地利聲援以色列 歐盟和丹麥則表態尊重ICC 而去年3月ICC也以戰爭罪 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逮捕令 克弓也趁此機會諷刺美國 不過以色列並不承認ICC的管察權 因此即使發布逮捕令也沒有強制力 較可能的結果是 削弱納坦雅胡的國際聲望和地位 不過納坦雅胡依舊態度強硬 表示以軍在加塞的行動 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另外我們來關心的是新加坡航空 他們在週二有一架從倫敦 飛往新加坡張宜機場的航班 結果在泰國附近呢 突然遇上了恐怖的亂流 而且當時其實剛好是在早餐的用餐時間 所以很多的乘客跟空服員 都被拋飛撞上了天花板 目前已經造成了一個人死亡 70一個人受傷 而死者呢是來自英國 現在飛機上有很多乘客都回憶 亂流發生當下 恐怖的情況全都心有餘悸 機艙內氧氣罩掉落 乘客卡在座位還不能下機 大家都驚魂未定 飛機上所有物品也散落一地 會有這混亂的場面 因為新加坡航空SQ321航班 空中遇上恐怖亂流 生死一瞬間 至今莉莉在目 原定這架班機從倫敦飛往新加坡 沒想到飛行10小時正在吃早餐 飛機空中突然下墜6000英尺 轉將曼谷機場救護車緊急救援 而機上211名乘客和18名機組人員中 以澳洲級乘客最多有56人 第二多就是英國籍一共47人 71人受傷其中多人情況嚴重 澳洲就佔了8人 而一名73歲英國籍男子死亡 初步調查疑似心臟病發 當時正與妻子出國度假 卻發生噩耗 新加坡航空後續也派機 在其他客人返回張儀國際機場 強調後續會協助乘客妥善處理 TVV的新聞做不到 好 我們持續來關心 就是這個新加坡航空遇到強烈的亂流 目前已經導致一個人死亡 71個人受傷的事件 而現在已經確定導致飛機驟降 釀成死傷意外的就是遇上了強烈的亂流 但是新加坡航空也已經開始展開調查 甚至包含上是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他們也派人要來協助調查 其中官員有可能會聚焦在幾個疑點 包含了為何機長塔台都不知道 當時有雷爆或者是雷雨包 還讓飛機穿越行程嚴重亂流 原本從英國倫敦飛往西加坡的 新加坡航空SQ321航班 在穿越安達曼海接近泰國時 遇上強烈亂流 整架飛機在短短幾分鐘內 奏降6000英尺 釀成一死至少71傷 緊急迫降在泰國曼谷機場 新航已經對這起事件展開調查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同樣派員協助調查 另外調查項目還包含機長在什麼時機點 就該更早亮起繫上安全帶指示燈 以及為何乘客沒有繫好安全帶 有美國科學家表示 雖然亂流可能導致一些輕傷 但造成死亡事件相當罕見 然而他同時也寄出警告 新加坡航空向來被認為是世上 數一數二的飛安標杆航空公司 24年以來並未發生過重大事故 上一次是2000年在台灣遇上象神颱風 導致飛機撞上施工機具 發生爆炸意外釀成83死 而時隔多年再次發生致命意外 新加坡前後任總理李顯龍以及黃勳才也都發文 除了哀悼和罹難者感謝泰國提供的協助 同時將會徹底查明原因給死傷者一個交代 在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阿根廷總統米雷伊他上週的時候出訪了西班牙 在這個自己新書演說發表會上 他也重申了經濟美元化的論點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表示說他說阿根廷在償還債務之後 有可能會停止發行批索 也就是阿根廷現在的貨幣 讓美元成為國家的法定貨幣 但是呢米雷伊有失言的狀況 他出席會議的時候 暗指西班牙總理的妻子 貪腐現在也引爆兩國的外交危機 阿根廷總統米雷伊上任後主打修課經濟 他在自己的新書發表會上再次語出驚人 我們已經下跌了80%的貨幣 當我們把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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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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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由化就是他在競選時 提出的經濟美元化政策 阿根廷政府將停止發行批索 讓美元成為法定貨幣 不过米雷一上任后 削减补贴与公共支出 导致不宜弄是爱丽丝的地铁票价 突然上涨360% 加剧阿根廷民众的通膨危机 在东北部城市波萨达斯 警察与教师等公职人员 也不满严厉的预算紧缩政策 上街抗议 另外米雷一案指 西班牙总理桑杰氏 有个贪腐的妻子 也引爆两国的外交危机 西班牙要求米雷一公开修正言论 米雷一确称西班牙的行动荒谬拒绝道歉 西班牙外交部长还放话 如果米雷一坚决不道歉 将与阿根廷断交 TV新闻综合报导 台湾从2020年开始 出生人数就已经少于死亡的人数 这也引爆了人力的危机 而现在事实上国际缺工的议题 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我们来看到的是 最保守的日本缺工缺道 他们现在也积极的开放了移民政策 对比台湾招揽外籍人才 也必须要更加的积极 现在其实可以参考 日本跟欧洲的做法 能让台湾的做法更加优化 内容 就是在做一些广告 讨论着工作内容 两位同仁分别来自印尼以及马来西亚 而他们同样都来台就读大学 毕业后也继续在台湾工作 其实在台湾生活很方便 很舒服 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 可以留在台湾一下下 然后找个工作 这样如果找到的话 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 现在台湾其实越来越走向国际化 所以有很多的像 包括我们跟就位警察办合作 很多高继职的人才也来到了台湾就业 我有时候会鼓励我的学弟妹说 你如果想要体验一个像新加坡 但是又没有像新加坡那种紧绷的话 台湾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除了熟悉台湾的文化 也喜欢职场环境 才继续在台湾工作 不过因为两人 中文语言能力都很好 相对的生活并不难 就怕语言成为跨国工作的阻力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一定是语言 因为毕竟台湾就是讲中文的国家 但在印尼可能会很 符合地讲中文不那么多 所以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 印尼也很多人会想要去 像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 那当然跟台湾比起来这两个国家 我听说形式是比较好 像台湾以前就是很流行的那个 偶像剧然后什么音乐流行音乐 这些其实是有一阵子 马来西亚的华语的学员 或是华语的人 他们是很向往来台湾就学 就是因为这些文化的输出 对那后续后来可能越来越多 有些接触比较Western的 那他可能就会比较想要去欧美国家 各国间人才的出走 以及留任不外乎从薪资文化做选择 在抢国际人才上 台湾具备的优势究竟够不够 我想台湾政策上其实已经算充足 那真正需要补足的 应该可以分几个其他的面向 那第一个是品牌 例如说跟日本韩国相比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文化上的吸引力 那跟新加坡相比的话 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双语环境 可以吸引到外国人才来台湾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可以补足的一块 日商很多都在东西国家 尤其是在越南 泰国 新加坡这些国家 所以日本政府就透过海外的人才培训计划 跟在每个国家设立一个培训中心 培养出来的人马上能够给当地的日商用 但是有另外一批人 比如说高阶技术的人才 或者是管理人才 或者是高阶的技术研发人才 这些人会流到日本国内去 日本政府和企业合作 在使用日本先进设备的国家 设立培育人才的基地 当地人员不需要移到日本受训 不只降低成本培训的人才 也直接符合日商标准 再加上这几年日本积极开放移民政策 在抢国际人才上有备而来 英国政府就是利用他们国内的产业聚落 像每个聚落又有一个委员会 然后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收集 你这个聚落里面各行科业 你到底缺什么样的人 个程规划完全是企业的业势在设计的 所以那个是完全符合企业的需求 如果跟日韩比的话 我们的薪资相对的是比较低一点 但是在对东南亚国家来讲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吸引到蛮多 就是印尼 越南 或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 来到台湾工作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锁定 更高阶的白领人才的话 那我觉得在薪资上 当然还是有优化的空间 那只是说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应该要有一个更明确的品牌定位 据来说像近期的半导体 除了企业可以参与更多 让人才达标之外 也可以参考国际成功的案例 避免台湾在抢人才大战上成为败将 TV月新闻 黄冠文 鲜丹词 台湾报道 好 我们来关心的是 发生在昨天的台中捷运 随机砍人的案件 现在呢 目前知道的是这个嫌犯 鸿信嫌犯 他在抵达台中捷运 但台中捷运水安宫站之后 其实他完全没有直接的进站 他还先到厕所里面 服用了八颗含有镇定成分的药物 但这个药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呢 药师就讲 镇定成分的药物通常不会让人产生幻觉 主要是稳定情绪 如果服用的剂量过高 副作用可能是注意力 容易不足或者是试水 台中捷运挥刀男子犯难后 自己也受伤 被警察跟救护人员管束 用毯子包裹 而在就医过程中 他不断喊着 我杀人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甚至询问 我这样会不会死刑 我不想死 等等的话 而时间网回到 21号上午11点 他到捷运水安公站后 先把犯案凶刀放到置物柜 他也跟警方说 后来他到厕所服用了八颗 医师开力 含有镇定成分的药物 接着回到置物柜取刀 就进入捷运车厢犯案 20岁嫌犯吞下了八颗药 警方说其实只有五种药 其中一两种 他重复多吃了一两颗 药师则说一般镇定剂药物 副作用大多会有试睡症状 要是说药量调整 多半都是经过医师与患者 面对面沟通 询问服药后 有没有产生副作用 再渐进调整 至于红性嫌犯 为何要在犯案前 还先进没有监视器的厕所服药 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或是特意为之 目前没有答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而现在呢 北市捷运警察也统计 在这十年内 捷运站里面还有车厢里面 持刀犯罪 总共有15件 而其中有8件 是有造成别人受伤的状况 这一次终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也让问题浮上了台面 针对警察的人力 来做全面的盘点 不只是台中现在高雄的警察 也增派警力 加强像是在捷运 还有轻轨的站体巡逻 目前是以两个小时轮班的制度来进行 而双美的捷运跟环状线 也比照办理 台中捷运发生状况 其实早在今年2月底就曾发生过 车道站门一开 所有人拔腿狂奔 因为车厢内有一名黑衣男子 戴着安全帽当众亮枪 当时45名捷运警察有及时赶来 将嫌犯压制在地 来坐着 坐着 东西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虽然没人受伤 但事后进行检讨表示会增加 见警率似乎没有改善 没想到只隔三个月就发生 终结随机持刀伤人案 第一时间不是捷运警察到场 而且还是搭计程车前往 遭质疑慢办牌 甚至有民众表示车厢的求救灵 怎么案都无人回应 对此终结澄清乘客暗晚就离开 等行控中心回应时 车厢已经没有乘客 但因为这起事件 问题跟着浮出水面 不只终结车厢发生案件 北市捷运警察统计从103年 震结事件至今 捷运站内及车厢持刀犯罪有15件 其中8件造成他人受伤 电极枪准备好远警全副武装 守在车厢内保护民众安危 不只台中 高雄警察也增派警力 加强捷运轻轨轢队巡逻 以两小时轮半才双警巡逻方式 双北捷运环庄县 通通比照办理 巡逻频率加倍 就怕悲剧再度重演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陆续随着捷运开通 捷运警察编织也会跟着扩大 只盼增加舰警率能遏止悲剧发生 别让无辜民众换来全民安全 却在日后忘了教训 TVR新闻综合报导 好的确哦 不要在日后忘了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来看到 像观众朋友游建民他认为说 这个事情发生后就会先派远警 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又放松了 另外像观众朋友CHL 他也认为说 常常都是发生事奇之后才加强巡逻 没事之后又恢复正常 之后又会再度发生类似的事情 那像Alan也说跟郑洁案一样 没多久捷运上就看不到警察了 大约19也说郑洁后 见警率很高 过两年也没有看到 所以看起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是事发的当下 会有派远警加场巡逻这样的事情 但是好像过久了 就会又会稍微松懈 也许这个是目前现在应该要正式的问题 另外我们来看到 昨天发生这个随机攻击的案件 在捷运上面有一个英勇夺刀的长发哥 他叫做许先生 当然他也立刻就爆红了 他的IG粉丝立刻就破万 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现在甚至有以他为名 发出的简讯说要借钱 他在病床上也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也提醒大家 这个是诈骗简讯不要上当 你好我是终结长发男 我现在在医院急需用钱 因为跟歹徒搏斗的时候皮夹掉了 只能找有缘人借钱 莫名其妙的简讯 长发男许先生也看到了 病床上澄清 要大家看好自己的钱包 他自嘲没想到我也有被抄的一天 大家不要被骗了 经过台中监狱事件 他IG粉丝已经破万 私讯多到爆了 长发哥的IG现实动态 是满满的关怀慰问 我们的欧尔麦特没事 他出来了 朋友在病床旁边 竖起了大拇指 说手术顺利 以日本漫画英雄 称他是台中欧尔麦特 长发哥则是比出爱心的手势 病房亲友探视慰问 似乎让他减轻了受伤的疼痛感 他是一名建立教练 也正在准备参加精英杯比赛 他说应该不会缺席 但是成绩可能不理想 朋友说要替他办一场 精英杯没比 我也办个比赛让你比 你进去 长发哥人躺在病床上 从他的视角看来 病房许多人来关心 开玩笑的说变成同学混了 这个人的力气 一定没有 还好啊 还好只是肥而已 对啊 而且拿着刀会怕啊 就如朋友说的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披着披风 有时留长发 TBS新闻 廖帆宇 许立反 赖从容 吴淑萍 台中报道 好 除了这个长发的许先生 他非常的英勇之外 在昨天台中捷运 随经杀人事件里面当中呢 有一个17岁的高中生 他遇害前的影像也曝光了 当时呢 这个嫌犯拿着刀 慢慢的逼近 很多的乘客都在逃窜 但这名高中生来不及反应 成了首位的受害者 而他的肋骨也被砍断 幸好现在伤势已经好转 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 而这个高中生的爸爸也说了 捷运的安全还要再加强 对旅行高中生搭乘台中捷运 背着后背包坐在椅子上滑手机 突然乘客开始逃窜 雄闲迟到逼近 高中生还在查看情况 来不及离开 成了第一位遭砍伤的受害者 他是告诉我说 他是第一个被砍的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状况 进来就砍了 所以他 他被砍完之后 都还是肩膀这边还是会痛 做笔录的时候 嫌疑犯他记得说 他吃了很多药 逃避这些法律责任 让我昨天这个情绪很不好 被害高中生 遭砍乐鼓鼓遮肺部 也受到影响 索性伤势渐渐恢复 把管自主呼吸 转到普通病房修养中 不过儿子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还遭遇危险 也让家长直言捷运的安全 应该再加强 仇恨没有用 那我希望说 可以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来设计一些管务区 可以放在捷运上 吕爸爸表示 希望跟同行一起捐钱 购买房生器具 保障未来乘客安危 不过平日怎么没去上学 而是去搭捷运呢 爸爸澄清 儿子又向老师请假 校方也表示 清点学生人数 发现当事人不在座位 也有传讯息 告知家长 而这位被害高中生 接下来将面对长时间修养期 校方表示会尽力协助辅导 TPBA新闻水滴凡 聊完一台中采访不到 好另外来关心的是 让双北还有基隆的民众 都非常担心的 也就是基隆有一名杀人未遂的嫌犯 他逃出医院之后 他现在一路往台北市 跟新北市逃窜 明明他身上就没有钱 只有一个MP3 但却不断的搭大众运输工具逃跑 而现在呢 鹰眼小组也掌握到他人 其实搭公车到新装下车了 但是刚刚看到的这些景象 都是20号之前的行踪 也让人怀疑 基隆这里的警方 是不是慢太多拍了 也让这个具有攻击性的嫌犯 不断的偷窃 不断的逃窜 从一件白上衣 简性逃犯躲进万华中镇 去旅馆的一楼 疑似是看到警车路过 心虚的藏起来 但就是这样专挑骑楼走 让专案小组更难掉检税器 简性男子逃跑之后 就算身上没有钱 还是不断变换交通工具 搭客运 搭捷运 甚至是在搭公车 尤其他这身打扮 不论是白T恤还是格子衬衫 只要走进圆圈当中 要认出来真的不容易 他一路逃窜 不排除有可能要到新北市领口 看小孩见母亲 简性男子19号 从基隆搭客运一路到台北市 还出现在万华地区 晚上11点的时候 出现在成都路 警方研究他的轨迹 一路掉了上百 据的监视器发现 他几乎都是出现在万华地区 因为他对这里最熟悉 光是在万华地区 就啪啪造两天 因为他111年 犯下连续窃盗案 隔年近随机伤人 对这里再熟悉不过 摊开地图看看他的足迹 19号从基隆的医院跑出来 班卢口渴就跑进超商投水喝 口袋空空没有钱 还是搭上客运 一路坐到了台北市松山 第一站就下车 徒步再走了7公里 到万华龙山寺 捡现实果腹 躲来躲去之后 20号疑似又偷钱搭接运 坐到了新北市板桥的新浦站 人呢还要在追 听到有杀人 未遂犯逃逸 还没有抓到人 真的会让人心惊惊 尤其基隆的警方 21号下午才通知台北市 捡现男子早在19号就跑到这 慢了这么多拍 就算双北市警察 布下天罗地网 还是得从三天前的监视器 开始着手 这也难怪 家长民众欺诈了 TV被信问 陈佑翔 叶军调报道 好的确 这个基隆的逃犯 到底在哪里 也是大家真的很想要问的 目前台北市警方 在21号获报之后 到22号下午2点 其实已经接到了 14通的举报 但是光是个人的大头照 可能因为拍摄的角度不一样 简性男子这个嫌犯的脸型 一下是国字脸 一下是厚道 而且他在逃逸期间 他还戴起眼镜 甚至他还丢掉 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格子外套 疑似就是想要躲避警方的追忌 现在警方只能双管齐下 从公家跟私人的监视器 同步的查这个嫌犯的动向 来到台北市警局请务中心 电视墙监控重要路口 接获报案现场有什么情况 远警都能及时掌握 因为监视器就像他们的眼睛 伊林你好 台北市警方的监视器镜头 真的很厉害 像在今天的时候 在内湖就有民众检举说 疑似出现基隆的逃犯 当时候警方就把民权动物上面 所有的监视器镜头 框选出来 这个画面即时呈现在荧幕上面 事后证明是虚惊一场 赤资十多亿的设备如今为了追捕 基隆逃犯派上用场 超过一万八千多只的镜头 警方一边透过路口监视器 确认动向 另一边也出动鹰眼小组 避免人走进棋楼就消失 21号下午两点 北市警方接获基隆警方通报后 一天之内陆续在松山内湖和万华 总共就有14位民众举报 他们一次看到嫌犯 就连行北市也流传这么一段内容 说人已经进入新装 要远景落实勤务 注意安全 实在是嫌犯的面容有变化 看看当初的刑案照较年轻 查记专刊的看起来老一点 可能拍摄角度不一样 脸型又是裹字脸 又看起来像厚道 从基隆医院脱逃后 嫌犯原本穿着格子衬衫 到了晚上可能觉得太醒目 衬衫变成拿在手上 再隔一天出现在万华和平西路时 衬衫已经丢了 战情指挥事理两地警方集合在一起 分享情资陆续找人 因为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TB宣传蔡明勋韩尚伦特别报道 好 这个基隆的逃犯到双北爬爬噪 那现在呢不只基隆被认为 好像反应慢半拍 连台北市也被质疑 反应是不是也慢了些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说 昨天下午接到警方货报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调阅了监视器的画面 目前掌握到的行踪发现 嫌犯曾经到过万华地区 已经指示警察局要全力的追起 19号就跑了 21号你开山收到通知 19号现在昨天是21号 灰山鬼才不逼啊就跟着 基隆逃跑设犯杀人未遂 证明检性嫌犯松山再到万华 现在人到底在哪 人心惶惶 还原时间序 讲完解释 21号下午才货报 立刻展开地毯式搜索 但嫌犯照片似乎和本人 长得不太像 嫌犯还在找台北市 还有台志光案备员方案没找到 此刻警察局长荣申警政署长 23号就要就任 治安怎么保证 警察局会有空窗期 不会吗 你怎么保证 就保证不会有啊 要让市民放心 得用行动来说明 讲完到议会进行总质询 令云纷纷拿国会举例 若台北市议会也比照立法院 推藐视国会罪 由议员就呛 那讲完安会被罚到破产 为什么态度缩回去了 你刚刚不是觉得很好吗 你支持吗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提案你支持吗 那你支持现在立法院 表示国会罪吗 如果我反对 你为什么要在议会提 绿营群企围攻 批蓝白在立月没讨论 就通过改革法案 讲完安举例回击 当时一立休的法条 34条这几条 当时在立法院 未还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因为我在这个委员会 当时是民意党成员委员 我问我 你提出的法条 念完直接送出委员会 就二三读 没有任何实质讨论 带着两届立委经验 讲完安坚定的喊 支持国会改革法案 但议会是否比照办理 陷害议员 唇枪舍战 TVN新闻 黄俊文高本利 谢红阳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新任行政院长 卓榮泰 她已经正式上工了 而今天她中午 也率领团队到立法院 拜会 立法院长韩国瑜 希望国会可以支持打炸新司法 而她在下午首个外线市的行程 也是到了花莲 就是希望可以关心灾后的重建进度 不过到了花莲也恰好遇到地震 听到这个问题 卓榮摇了摇头 或许国会改革 并非他来拜会立法院长 韩国瑜的主要目的 韩国瑜受罪了吗 韩院长是520接待太多外宾了吗 双方会谈约半小时 据了解气氛融洽 韩国瑜判能向政院沟通 花莲交通建设草案 卓榮则希望国会能支持 政院打炸新司法 我也希望韩院长尽快通过 防炸的司法 让我们手中握有力气 真的要让想诈骗的人 不敢再乱来 想骗的人不敢骗 骗了以后会被抓 骗到手了 我要让你不能花 打炸新司法强调骗越多关越久 不只卓榮泰连底下的内政部长 刘世芳和委员华家常也拜托帮忙 希望那个打炸司法能够赶快过 因为里面还包括洗钱房 卓内阁的优先法案很明确 当然花莲的灾后重建同样重要 首次外线市的视察行程 就是只奔花莲 第一站先来到夏清水桥 确保五月底能顺理通车 所有的补助 所有的计划 我们希望它能够加快时速 能够如期到位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对灾民的灾区的 灾民的宽心 真正表达出我们的诚意 而仍在花莲视察的卓院长下午四点还碰上正央在花莲外海 规模5.2的地震 花莲震度有四级 警报一直响 警报一直响 越想我们就增加我们的决心 中庸泰不怕地震 只怕重建进度被托延 TVB新闻花震生高志宏李总泽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新任的环境部长彭启明 他正式上任了 而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到立法院进行备询 他也跟记者说的确心理上是有一点点压力 而对于立法院昨天二读通过的藐视国会罪 彭启明被问到这个问题 有他非常妙的回答 他说我很少生气 从小就很少顶嘴 委员请放心 陈正准备资料到晚上11点 环境部长彭启明首次到立月被询 要从记者读访开始适应 立法院通过表示不会罪的恶毒 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是尊重大院的各种的执教 我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 所以我很少会去生气 所以不会顶嘴就对 我很少顶嘴 是乖宝宝不会顶嘴 第一帮立委直询说到做到 现在不能开始不能乱讲话了 是 昨天已经二读通过了 乱讲话会划2万到20万 由立委帮在地发声 自然也要拉着彭部长接底气 我们彭部长我听说是观音人是不是 没有我观音出身我是苗栗人 观音出身嘛 出身地是观音 那也算观音人 对 是 被试询要如何降低碳牌 彭席名喊出希望各部会来配合 跨部会合作随即遭访问 如果这样子 其实应该赴你更高的位置 我不敢不敢 就是政委层级的才可以协调部会 要求部会配合你 因为部会之间 在公部门就是这样 大家都平行单位 其实谁也不听谁 那个环军部其他官员应该感受很深 包围我的经验是 我的权力 不是权力的大小不是来自于官位 而是来自于你的热忱跟影响力 所以我会积极的去做 希望我还持续明年还有这样的热情 我会努力 好我们看到一个乐观的部长 我是正向的 好我们知道昨天立院在续审国会改革法案 而现在在立法院其实蓝白占的是多数 有作家他就在脸书发文喊出说 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 借此拉下立法院找韩国瑜 只要罢免实习 就可以撼动蓝白国会的多数 但对此国民党立委李燕秀 他就说了不要因为意见不同 就滥用罢免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林真宇 和同党立委父亲林国成的联合服务处 被贴上白子黑字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还用咬过的口香糖黏上的 现场三万人齐喊的口号的这个标语 贴到我们办公室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恐吓 造成我们心生恐惧 民进党他们现在开始煽动 各种不同的公民团体 来去左右整个意识上面的运作 已经报警提告 要揪出不理性的抗议民众 只是国会改革部分法案 已经二读 最快周五就能三读通过 时反对意见的也开始喊话 除了承抗 还能有其他行动 作家严泽雅发文表示 说国民党有不少区域立委 想想未来哪几席可罢免 借此拉下韩国瑜 最好同天十几区举行罢免投票 投票率才会高 只要有十席就可以动摇蓝白多数 像是徐晓星 马文君 指标人物都得罢免 选罢法75条里面有诞书 就职位满一年者 根本不能罢免 而国会改革法案 引发朝野和支持者对立 最大在业党主席邦申源 要执政党尊重国会多数 别输了人头就改出拳头 好 现在新政府上任 很多人也关心的是 台湾的邦交国还会再少吗 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在欧洲 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 现在传出有意在中国大陆设置办事处 而外媒路透社就解读 这也表示中国大陆跟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有重大的升级 而现在外界就关系 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 台湾跟梵蒂冈之间的外交邦誼呢 我国外交部就讲了 台湾跟教廷的高层互动良好 台湾的邦宜身后 将会密切的关注大陆跟梵蒂冈的关系 总统赖清德刚上任 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 特地派出驻菲律宾大使查尔斯布朗 来台湾观礼 并与赖总统举行双边会晤 不过现在传出 中泛关系可能申变 这几年来台湾和梵蒂冈 持续透过各层级的相互访问 增进彼此的情谊 事实上特使在台湾的同一时间 范蒂冈国务卿书记主教帕罗林 与上海教区主教审兵进行会晤 路透社报道 帕罗林最新表示 范蒂冈希望在中国大陆 设立常设办事处 代表范蒂冈与大陆外交关系的 重大升级 范蒂冈举行研讨会 教宗方济各还特地录制影片 赞扬中国天主教徒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并重申现在的中国天主教会 已和罗马教廷共融 罗马天主教到中国是传福音 不是殖民 美联社报道 范蒂冈重申对北京政权不构成威胁 并承认早年西方传教士 因为急于改变民众信仰 曾犯下错误的谈话 是范蒂冈再次向大陆 做出的重大表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20发表声明 祝贺赖清德就职 大陆外交部反批美方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尤其赖总统演说 谈到的互不隶属字眼 也被美方轻轻带过 避而不谈 恐怕都再度让中美之间种下心结 TV别新闻综合报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订 外送平台的会员方案呢 其实不少民众应该都是有订的 但现在呢就有民众抱怨说 他去年订阅外送平台的会员方案 结果用不到一个月就退订了 没想到在今年5月的时候 发现被偷续订三个月 而且甚至在520当天 还直接买下了年费 让他相当的不满 结果联络客服 却是一波三折 最后好不容易 1200元的年费 确定是可以退回 但前面被多刷的360元 却只能退回点数 也让他相当不满 想吃什么 怀疑下马上就会有答案 但民众未想申点外送费 会买下会员制 但有人也反应 明明没有续订 却被平台连续扣款 当事人王先生真的好生气 在脸书社团中 晒出信用卡扣款明信 是外送平台会员费 莫名被扣了三个月 不仅强制换成会员点数 还多付了一笔一千二年费 我是觉得这样也太扯了吧 如果照他们这种行为模式的话 直接先把全部有仿信用卡的 先扣个十万 然后再退联署 他们也可以说他们有赔偿 网友询问 有没有收到取消通知信吗 记得要两次才算真正终止订阅 如果卸载APP 没有移除信用卡资讯 一样会继续扣款 之前也遇过 被扣了好几个月的钱 直接要克服才退费 但部分民众也提醒 付款前合约内容 要看清楚避免吃亏 王先生还原自己 在去年六月订阅会员 想说用到的频率很少 不到一个月就退订 结果今年五月发现 从三月开始居然自动订阅 一连扣了三百六十元 更离谱的是 520当天被扣年费一千二 光要联系上克服 仿佛跟过关卡一样难 我原本是透过APP联络他们 然后也联络不到 我后面是 又用FB传讯息给他们 然后等了一两天 他们才终于回复 然后回复之后 又叫我用APP跟他们联系 业者回应消费者一旦取消订阅 且申请退款自动序议的功能 也会同时取消 年费会依支付的方式 退款月定则会依点数还给用户 有疑率能与克服联系 其市面上有许多付费 APP都会绑定信用卡 并自动续订 会建议民众除了卸载APP外 要移除信用卡资讯 以免无辜被扣款 钱也难追回 提别的新闻中 罗斯纯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人到日本旅游 很常都会有个行程 也就是扫药妆店 当然就是买很多日本的药妆 但现在就有脸书粉砖 日本省钱小站 他就提醒 最近有发现部分的日本药妆店 出现了坑杀观光客的情况 也就是店员可能会偷偷的 多刷一件的商品 导致客人多付钱 而且不少的旅客都受害 尤其在最近半年 就有五六位的台湾人 有跟他抱怨说 遇到这样的状况 他也提醒大家 最好在现场核对金额 还有品项之后再离开 不少民众到日本玩 币区清单 一定有药妆店采购 但却传出部分药妆店店员 专坑观光客 暗飞手法被爆出来 而且还有不少民众受害 主要因为观光客多了店家 店员们结账速度快 或是直接在后台做设定 毕竟到药妆店大采购 常常回饭店就直接整袋收进行李 有些帮忙代购 是事后对账才发现 常驱日本的郑先生就说 近半年有五六位台湾人来哭诉 常见手法就是被多刷商品 民众应该注意店员刷商品时 荧幕显示的品项 并且现场核对金额品项 确认没错之后再离开 同样是荷包要缩水 暑假到了去日本玩 住宿可能会更贵 东京高单价饭店 像是2023年4月才开幕的 保格力酒店 五月住宿价最便宜 每晚要六万三 紧接着明后年要开幕的饭店 平均客房售价可能都会提高 就连经济型饭店 像是新宿歌舞祭丁 部分房价一晚也突破六千台币 旅行社也说房价每季都在涨 七月中涨幅会更明显 尤其日本通膨严重 日元继续贬值 东京都的饭店酝酿涨价潮 2023年每晚平均单价 大约台币3819元 但相比五年前就涨了5.3% 只要一踏出国门 就是钱钱钱 民众要玩 荷包可能得多倍一些 TVB也是许昆山的一台报道 好我们知道现在诈骗集团 真的非常多 但现在居然有诈骗集团 反被诈骗 基隆有一名男子 他提供银行账户 给诈骗集团来使用 涉犯诈欺还有洗钱罪 被检方起诉 结果这个男子呢 他有一天收到了 基隆地院即发的公文 写着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得一颗法金18万元 他想说可以一颗法金 那就乖乖的费了9万元过去 才发现这竟然是诈骗集团 伪造的公文 车手反被骗 检方怀疑有可能是诈骗集团 黑吃黑 白纸上写着基隆地方法院执行命令 公诉人是台湾基隆地检书检察官 通知他被判刑得一颗罚金 后面还附上条码扫描缴费 男子不宜有他 乖乖缴纳罚金 没想到竟然中了诈骗集团的陷阱 基隆一名男子 因为提供银行账户给诈骗集团使用 涉犯诈骑和洗钱等罪 遭检方起诉 之后男子收到基隆地方法院的通知 写着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得一颗罚金18万元 男子招通知汇了9万元现金 希望剩下一半可以分期缴纳 于是21号前往基隆地检署服务台询问 这才发现这份公文根本是未造的 因为法院不会提供账号汇款 公文上没有官方印章 也没有提供承办人的联络资讯 甚至还有错字 判决确定以后要执行的这个通知 原则上是由地检署去寄发的 而不是法院 而地检署收受罚金的方式 一定是去零柜办理 就是你要去地检署 它的里面的柜台 去办理缴纳罚金 车手反被诈骗集团骗 只是诈团为何会有被害人的资讯 还知道他被判刑 不排除有黑吃黑的可能 提醒民众收到任何可疑的通知 务必向相关单位求证以免上当受骗 铁片新闻 陈世民 刘欣慧 陈家彤 基隆采访报导 好的确像很多观众朋友就讲到说 刚刚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反被诈骗 难道诈骗之间也有同业的竞争吗 不过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还是希望诈骗的情况 真的赶快解决对大家都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 今年国中会考的一个题目 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对答案呢 有一道题目问考生说 粉砖这个贴文的意思是什么 题目是什么呢 秋刀鱼新售价50元 还画了一只鱼说秋刀鱼加薪了 结果有人翻出了原本的出处 我是2020年在南投 有一张烤肉店的涨价公告 出自于幽默的小编 这是国中会考题目 秋刀鱼还是加薪了 虽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 问考生粉砖贴文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是选名 可是后来才知道 他的答案是涨价 贴文真有奇点 这是烤肉店粉砖2020年的发文 出了店名其余复制贴上 不少考生来留言说 老板你上会考第一题了 还有考生说谢谢老板 紧张的心情突然放松 直接笑出来 店家的涨价公告变成考题 业者也好意外 店家是南投谱里30年老字号的烤肉店 人气超旺 粉丝来消费拍烧烤 还跟老板合照 烤肉店是年约70岁的老板夫妻经营 小编是40多岁的儿子 三年多前秋刀鱼从35涨到50 儿子幽默发文公告 变成今年国中会考题目 他说自己两个孩子大叹 没考到这一题太可惜 幽默的小编 原本是婚纱摄影公司总监 拍了20多年 为了多陪伴孩子 回南投开个人工作室 他的IG有许多摄影作品 也有威胁幽默的创意插图 像这一张 女朋友说不敢吃鸡屁股 那我帮他买七里香好了 让人玩耳 他说摄影师会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摄影师转换取景角度 用不同的视角看待眼前的事物 他说要收集人类开心的日常 用幽默疗愈地球 好在我们进到下一条新闻之前呢 也欢迎在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呢可以在留言区 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网址 把TVBS直播的连结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贴在社群媒体上 让大家来一起关系新闻时事 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 留言互动一起聊天聊新闻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体育的消息 新北国王队 在今年PLG季后赛的首轮 将在24号的时候 来对上了福尔摩沙梦想家 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 这个球星林舒豪在最近几场比赛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受伤 而且伤势不断 他在22号受访的时候 他也有强调说 今年赛剧的确是有一些情况 好像不太理想 受伤也有影响到 他跟球队之间的配合 但是接下来还是会努力的克服 新北国王队今年PLG季后赛首轮 将在24号和福尔摩沙梦想家交手 球星林舒豪最近几场比赛 却伤势不断 不仅扭伤脚踝 还和其他球员相撞 造成右眼眉角见血 林舒豪22号受访也强调 这次赛季的确遇到许多 想不到的状况 我们有很多球员是因为冬超受伤 或者因为冬超很累 像这些东西都对我们球队是很大的影响 要一直飞来飞去 像我自己就是如果没有冬超 我可能就是不会受伤 虽然受伤不仅上场的时间被限制 也影响和球队之间的配合 但林舒豪强调球队会努力克服所有问题 而他也将和弟弟林舒伟一同打季后赛 因为可能前几场我们就是非常超级兴奋 可以一起打 现在就已经比较习惯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专注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怎么去合作配合比较好 另外林舒豪也强调季后赛有点像例行赛 每个礼拜都可能遇到同样的对手 他期待未来可以和更多球队有不同的对战组合 能够挑战新的对手以及不同的打法 并且夺下好成绩 TB的新闻李学伟 陈嘉童 SNG小组 新北采访报道 同样也是体育消息 统医师对内野球黄勇传 他因为多次无故的缺席练球 所以被师队开除 而他在神隐多日之后 在今天野手度召开记者会说明 我想再次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 鞠躬道歉 神隐多日的终止选手黄勇传 终于现身 对于多次无故缺席同一时练球 最后被开除 有话要说 只指都是债务惹的祸 透露自己向十家民间借贷 和前队友借钱 欠了212万 但绝非赌博 也公开花费明细 8万元新一时拿7万 扣掉2万7房租 含1.5万元的车贷 只剩3万可应付开销 但每月都花超过10万元 最后才会找上 民间高利借贷 就是跟着我岳父工作这样 我在做绑的 目前债务那边的状况 就是以经纪人那边去帮助理 对 所以可能看是要用债务整合 还是一些协商去沟通 会换经纪公司 也是因为他们无法帮忙处理债务 只是昔日的U18队长 恐怕也因此断送职棒路 两个月前炸裂两分炮 二局下帮同一师逆转 20岁的黄永传 2022年首轮被师队挑中 去年身上一军出赛46场 贡献散散安打15打点 如今无法跟师队继续走下去 丙总也感慨 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有任何一个人都想要帮助他 没办法等到他回到球队那一刻 就先把他开除 从首轮大悟到现在 让渡合约乏人问津 甚至可能成为自由球员 黄永传声现债务问题 想重返球场 来杜达森 TV新闻 许慧森家庭 新北朝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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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